哥哥哥哥哥哥 連消防車都慢了下來 不敢貿然前進 因為前方濃煙瀰漫 百萬名車在台74線起火燃燒 這台車燒成一團火球 火勢相當驚人 人家都會說要想他 說而且放那裡一樣 20歲的駕駛看得出來相當慌張 急忙拿出手機聯絡 因為整台百萬名車 10分鐘內全燒成廢鐵 最慘的是這台車 還是他跟朋友借來的 一過年穿出來 我們兩個平衡就跑出來 跑出來之後 他那個燃燒一直補出來 火就開始燃燒了 原來這名駕駛連假出遊 從園林要到台中 但沒想到才剛上路 就發生意外 儘管人沒事 但百萬名車已經被燒得 無其麻黑 完全看不出原貌 這就是原貌 是台進口的雙門跑車 最高時速能到290公里 擁有300匹馬力 新車要價350萬 用這個衣物要來把這個火苗 把它試圖的把它撲滅 但是這個還是鬼天法術 沒有辦法來做一個撲滅 跟朋友借來的百萬名車 疑似零件出了問題 導致火燒車不僅嚇出滿身冷汗 這下朋友的車該怎麼賠 借人比李萌章 台中報導